HELLO 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的话就是这个游戏哦,它真正的名字叫做迷年紫色手 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它这个叫smack,是这样子念吗? 不知道是这样念吗? 然后当然游戏也话不多说,而且你们有注意到吗? 它的那个背景哦,你看它的背景有点可爱哦 就是一个人啊,坐在那边咬,然后听着音乐哦 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就进入游戏吧,我们按完 哦,还有故事模式哦,我们就跟着去吧 看一下它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第一天哦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怎么有这个广告的啊? 哇,这类型的游戏就是有比较,呃,我应该怎么说呢? 就比较有一点点让人家不喜欢的就是它有那些类似的广告存在 而且还不用紧哦,它这个广告哦,还要开够屌哦,它没人让你打差哦 它是强制,必须要你硬硬看完哦 再屌吧,我觉得啊,单单在这一环的话它会再给人家 在评论方面会给人家骂一顿先哦 第一天,然后它想触碰任何一个地方开启哦 20世纪英国,来看一下吧,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 乌龙教授创造了怪物摧毁了所有,怪物正在世界蔓延摧毁所有的咖啡 种植园造成了一场大危机到自治咖啡价格上涨工人效率下降 这造成了一场大的危机到... OK,怪物的消息造成危机及影响影响油杂志 OKOK,我们的英雄,哇好快耶,你可以慢一点点哦 太快了吧,然后当然啦,这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也懒得多在念哦,因为它太快了,我跟不上耶 太晚了 然后它这个情节的话是没得跳过哦,没得跳过哦 你看我怎么点都好哦,你看它就是这样子哦 我点它,它就是这样子哦 OK,最多只认真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它会给我感觉是它有点像射击游戏哦 因为我在那个...就是说我在下载这游戏的时候 我稍微有看了一下哦,哦对对对,射击游戏哦,你看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当然怎么样的一个玩法我们就不知道,两只手推荐给手机 这是什么,推荐给平板电脑,哦,平板电脑的都有一只手哦,这是两只手哦 当然我本人的话,因为我在录制的视频我只能用一只手,所以我就按一只手吧 竞技场,我们在怪物到来之前先学习如何射击哦,OK 哦,它是这样子哦,你看它点点它就可以射哦,你看就这样子哦 它可以握着耶,你看你握着的话就这样子射哦,OK 继续,所以它下怪应该来了吧 哦,你只要对着,你看你只要这样对着就行哦 就这样打哦 让我们现在有波,哦,现在有波来了,让我们看看你如何处理这个,OK 继续,我就继续就对了 你只要这样哦,你看点着它哦,然后打,我在打,我在打 其实玩这种啊,还感觉蛮蛮,怎么说啊,还蛮愉快一下的耶,就是这种射击游戏 OK,然后当然啦,就一样哦,在打得去的哦,我打 我在打,我在打,我在打 就是这样 而且它的金币给的还蛮少的耶,我觉得它金币给的蛮少的耶 哇,糟糕,哦,好多耶,OK,怎么样,这什么东西 哦,它有派飞机来轰炸哦 哦,太帅了吧,然后这什么东西 哦,这个是,OK 这什么东西可以拿吗 我可以打下来哦 哦 OK,你现在用穴道的东西并完成这个级别 OK,明白,我继续 哇,这个也太刁了吧,OK,打下来 哦,下得比较强哦,颜色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啊 哇,这个水好刁耶,这个水 Oh my god,可以用得完吗 这个水用不完的话,我就觉得太太太强了,太强了 再来,用雷 嗯,没了耶,没了耶,哇,还有飞天啊 飞天啊,没有这么容易打吧 你可爱哦,可爱哦,这类型游戏还蛮可爱哦 蛮猛的哦,来,猛猛打,不是猛哦,是猛 猛猛打哦 OK,就这样打下去就对了 当然这类型游戏的话,我觉得女生都适合哦 男女老少都适合吧 因为它,怎么说啊,技术方面的话,简直是零啊 你就只要懂得,你只要懂得控制哦 然后,当然你的瞄准度要好吧 而且我基本上我感觉它不用瞄准度啊 随便射都行的吧 你看,就这样子拉着去随便射就行了哦 它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吗 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结束了 第一天的定义,所谓的就是第一关 第一章节哦 OK,我的得分是9060 当然我们就继续 这个是,哦 因为它第一天还分那么多个时间啊 这是10点半哦 你看又来 它这是它最屌的地方哦 而且它的那个广告时间也太长了吧 20秒耶 虽然说不是最长的广告 因为有些广告是30秒 但是对我们这些玩家来讲的话 就基本上 会会比较有一些不满吧 但也没关系吧 你的游戏真的是很不错我只能说 这开发这游戏的这个团队的游戏真的很不错 还蛮爱这类型的哦 可爱哦,可爱型的射击游戏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就 点这个,看一下可以拿什么 哦,这是入门包哦 还要钱啊,算了吧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下次要怎么样 哦,你只要点哦 点那个,你就要点那个屏幕就行了 然后10点半哦 准备好第一波 来吧,我们就要开始咯 哇,怎么都是飞天啊 OK,别忘了升级你的水果 我可以用苹果呀 OK,立刻升级 然后 哇,可以用苹果耶 上电 然后 他叫我过去啊,过去是干嘛 是叫我去看一下哦 哇,有很蜜蜂哦 虫子都有哦 立即升级 虫子下来怎么啊 哦,我一头雾水了 一头雾水了 来,我们就设计 哇,当然这飞天的话 你瞄准度要 就要,怎么说啊 就要更细一些哦 更细一些哦 不容易耶 因为你比较拉到好高哦 OK 切换你的水果去充分利用你的武器 OK,可是这个只有50耶 OK,我们就继续 啊,这只50颗耶 苹果 哦,不能浪费 还打不到耶 啊,没有了 没有了 等一下 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当然你看 因为我刚才有那个蜜蜂哦 它时不时 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啊 它就会出来帮你就对了哦 你看 你看 当你的苹果完了过后 它就会放你的那个 一样哦 就放你的那个蜜蜂出来 你看蜜蜂出现哦 蜜蜂 蜜蜂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 我就真的不清楚 而且你看到目前为止哦 基本上它们也没办法靠近哦 因为它们过来都有一段距离哦 来 哦,变快了变快了 可以可以可以 蜜蜂就过来了 哦,磁铁什么东西 磁铁 哦,把它们吸成一排哦 磁铁,哎哟 它的那个什么 就把它们吸成一排哦 你就容易打好多哦 哦,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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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 这是加速吧 比较快一些吗 还是怎么样 就照打就对哦 那是猫猫虫 来,再来 就点着去就是哦 再来 当然我当然目前为止 还没有机会使用那个轰炸机哦 大概有个轰炸机还蛮屌的 就是刚才你们有看到我用的那个哦 就是 但是,当然那个是要等到有好多 就整群怪来的时候才用到吧 看得好,你看自我密封哦 等级清除 OK,然后当然这个是 是一定要拿的吗 我看一下 完成 你还得跟着哦 你总之哦 你看 它叫你做的东西 你没有做你乱按的话 就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哦 它就好像会卡鸡卡鸡这样 你看又来哦 所以我觉得啊 它无论再怎么好玩的话 它 怎么说啊 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啊 你一定会开始觉得它有点烦的 因为它会一直介绍这些广告哦 但这些广告的话 有好有坏吧 你可以从这些广告当中知道 它又有什么新的游戏推出 还是什么新的APP什么之类的哦 有好有坏吧 但是哦 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耐性 比较弄不好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觉得会有点烦躁哦 来 我们再继续 任何地方开始 当然我就打完这个最后 最后 最后一关一个章节吧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章节 最后一关吧 然后我就可以为视频做结束哦 当然这个的话我就好好利用哦 我要用我的那个 可是那个没了也没了哦 我本来以为要用轰炸机哦 我看一下没了哦 那边是显示零哦 我根本用不到了 那你看我的蜜蜂 时不时都会出来哦 而且它出来了的话 还蛮有帮助的耶 哇 还会坐降落伞下来啊 你们也未免太厉害了吧 打到了 这个是蛀牙吧 你看牙齿都有哦 来来来来 当你们你们 你们从空中降下来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寻死吧 我还来哦 它呈现的方式还蛮屌的 OK 再来 哇还有龙卷风帮忙啊 等一下 这个东西你看有霉咯 零咯 所以可惜在这个地方哦 刚才我也没有乱用啊 我就只用了一次啊 哎 啊 给它过来咬到我了耶 当然我的咖啡豆 你看我咖啡豆给它这样 给它这样弄一下 就没了咖啡豆 它会扣的吧 那个应该是 再来 点击 哦 太多了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也来太多了吧 啊 太多了 呃 ok 最后 哎呀 okok 应该是可以了 应该是玩了吧 玩了吧 等级请求yes 可以了吧 所以这类型的游戏 大家大概明白了吧 不是这类型啊 这个游戏你大概明白 还是在玩什么了吧 它就是 就是一款就是 属于那种设计游戏哦 当然 这里的话也是差不多了 我要为视频做结束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就透过我的链接去下载吧 所以这里的话 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你看又来广告咯 太可恶了 所以大家 拜拜